字幕提供 很少一次講那麼多話 後來都沙啞 OK 好 我們繼續吧 所以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些 實際對疊的例子 像是 先放兩個T在場上 好 那這兩個T的位置 相隔是三格 所以他們是互補 那互補的話你就會看到 這樣子一個形狀其實放其他東西 都蠻容易的 差四格的時候他就 不是互補然後就很造成 很多的鋸齒狀 不過因為你看我們場地是十格寬 所以 稍微有一點 不平衡的時候 並不是說 就完蛋了 我們還是 可能還是有一些 位置可以放我們 別的東西這樣 好 所以我們來數格子看看 數格子 如果剛才這個第一個 靠在一起的例子 靠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一數 他們覆蓋了 三個黑三個白 不對 欸 數錯了 我怎麼寫三 應該是四個黑四個白 OK 所以 那 這樣拆開的時候 是 六個黑兩個白 那 變在一起這個平衡狀態呢 就有很多地方可以放我們的東西 好 包括這個S跟Z 可以平放也可以直立 可以放的位置就很多 那像這 這樣子兩個 兩個分開的時候呢 喔 我這邊右邊 喔 忘了講 我右邊這邊畫了一條線 是因為 假設說 如果我們現在 要做的事情是 排滿久列 然後做 空在最右邊做Tetris 好 所以我把最最後 最右邊那一列 隔起來了 好 所以 就是說 這裡不排東西 最右邊不排東西 呃 最右邊不排東西的話 你看這兩個T 就造成整個 整個場面都是鋸齒狀的 的問題 然後O跟J跟L都沒有地方可以放 呃 連那個S跟Z 它可以放的 可能都比較少 都是只能直著放 不能橫著放 好 所以 這個是 所以這個 這種 呃 機有不平衡的問題呢 是 呃 在疊比較寬的場地的時候 呃 也是可能會遇到的 不過可能要再有 呃 像這樣子兩個 不平衡的時候 呃 才 比較顯著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幾個例子 呃 就是 什麼樣是不平衡的地形 地形 這樣 我之前 呃用手動畫的 呃 那樣子 像這樣子 呃鋸齒狀 好 鋸齒狀 我們來輸入看黑白格子 呃 這個 6個白格子 10個黑格子 所以是明顯的不平衡 所以這種 呃 這種鋸齒狀就是明顯的 呃 機有不平衡 好 兩個突出物 一排兩個突出物 然後 突出物中間是 兩格 呃 這種 呃 這種 中間距離是兩格或四格 呃 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 你看 我們數五看又是 五個黑五個白是一個平衡狀態 如果中間是一格或三格的話呢 這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不平衡的狀態 對 那實際疊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 稍微有一點 不一樣 這個中間 控 中間距離 這突出來兩個 一個還兩個 兩個 其實通常是比較好動 好疊的狀態 呃 所以這個 中間只控一個的話是 4比6 是一個不平衡的狀態 好 所以 這個 應該是 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 哇 好難疊 對不對 OSJ都沒有地方放 所以 數格子 很簡單 23個白色 27個黑色 是一個很明顯的不平衡狀態 然後你看這個 鋸齒狀 然後這落差是三格 好 不是兩個 也不是四格 也不是四格 呃 好 這個看起來就很好疊 很舒服的形狀 那一數格子呢 它是平衡的狀態 25 25 好 所以說呢 呃 所以你 其實不需要懂得這所有的理論 呃 所有的高手應該都已經 懂得這個道理 就是 呃 T方塊要小心放 好 T方塊可以改變 場地的這個 鋸齒狀 跟平坦狀 所以你放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呃 那這應該是高手都有經驗 只是沒有像我這樣子把 把它整理出來 好 用這個 呃 很奇怪的詞來形容它 什麼 機偶性質之類的 好 嗯 好 接下來看看下一篇是什麼 好 下一篇是一個 呃 開場開始疊 Tetris的實力 好 我們來看看一個 T放得不好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好 所以我就開始疊 第一個T在哪裡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因為它在這邊 所以不平衡是 不平衡狀態是靠右邊 而左邊的話應該都是 呃 蠻容易處理的形狀 好 所以我是靠在 呃 留在最右邊 好 所以 其實一個 T的時候 沒有什麼影響吧 都是蠻好點 好 那現在第二個T來了 然後我要故意放在不好的地方 看不看得出來這個T的位置其實很不好 如果我們來數格子的話 這個跟這兩個T的距離是 12345678 是偶數的 所以他們兩個不是互補的 所以這個T呢 就造成了 呃 在這邊 好 造成了整個鋸齒狀 造成了一個既有不平衡 那 那你也可以 呃 這個本來就 這個本來就 放在這邊 呃 就算我不數格子 我也 呃 呃 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違反了這個 良好的堆疊的規則嘛 就是 呃像是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 靠左 然後把它 把這個T的左邊跟這邊接起來造成一個平檯面 好 像這樣的一個最基本的呃 呃 堆疊規則 那我們在破壞它的時候 同時也破壞了我們的 呃 呃 呃 所以造成了這個鋸齒狀 可是因為很寬的關係 9格很寬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 勉強可以繼續疊 然後不過這邊的 這邊的鋸齒狀就 呃 就無法修復 因為就是一個不平衡狀態 呃 這邊 我還可以放一個L在這邊 好 我下一個方塊是L跟S 嗯 我也可以 繼續把L疊在上面啦 不過我們 我們現在 如果這個T拿出來用呢 其實現在這個T方塊要 第三個T方塊要放下去的時候 已經沒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可以放了 也就是說 不管你怎麼放 如果你只要你不疊出空格的話 它都是一定跟上一個互補 可是我還是 放得不好 因為 這邊真的是很需要一個T來修復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放在這邊 我拿去丟在那邊 所以 呃 這是 第二次的又是一個 壞的決定 這個T不應該放在這邊 應該拿來修這裡的不平衡 那 那 這個 我 我怎麼疊這邊的 鋸齒狀都不會消失 呃 所以 這是一個 呃 不好的 堆疊 呃 T的位置的 的 決定的例子 好 那我們 我來休息最後一次 唉 唉 喔 好 我又回來了 加油加油 保羅加油 OK 所以下一個 下一個圖呢 是 呃 是我的一點小小的想法 如果我們要疊Tetris 好 我們要做Tetris 的話 那我們是要疊這樣子 九 九列的寬度 那 那 我覺得呢 這樣子 對我們第一個T 一開始 開場的第一個T 的位置 我們是不是也要 呃 比較有選擇一點 那我們來數數看 喔 不數最後一邊 最後最最右邊那一行 然後我們數第一行 九格的話 像這樣是有五個白色 四個黑色 啊 不一樣多呢 白色比較多 可是兩排的 兩行的時候就一樣多了 啊 因為有十八格嘛 啊 第三排 第三行的時候 白色又多一個了 所以我覺得 呃 是不是這對我們 呃 第一個T 下去的位置 是不是有 呃 有一定的影響 也就是說呢 像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我們第一個T 如果 多覆蓋一點白色的話 啊 是不是會 呃 呃 一開始就是比較平衡的狀態 然後 比較好揭取這樣 呃 好 我有沒有畫別的例子 好 所以一開始 就覆蓋三個 白色的 位置有哪些 在靠牆 好 或是這裡跟這裡 呃 起始狀態是在 是 是 覆蓋比較多 黑色是在 這一個跟這一個 中間這樣子 是在這邊 中心點在這裡的 好 所以也就是說 我的習慣Texus 坐在右邊的話 那我T一出來的時候 呃 我喜歡就是 先往左一個 或是先往右一個 都不會直接往 直接丟下來 這樣 那 還有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都是白色 覆蓋白色比較多的位置 好 所以這是我的一點點想法 呃 呃 呃 算了 這個 在做示範 可能 可能 那時間會有點拖太長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我自己 如果要做Texus開場的話 我的確都是這樣 我T一出來以後 我都是先往左一個 或是先往右一個 我覺得這樣子 會比較好跌 好 呃 好 所以如果我們 遇到這個 不T方塊 這個機有不平衡的狀況的時候呢 除了用T來修復 呃 還有什麼方法 呃 呃 那既然是 你有一個T的位置嘛 所以一個 呃 很直覺的 解決方法就是我們先留 那個T的位置 像是 這個 這裡有一個鋸齒狀 好 數格子發現有 九個白色 然後五個黑色 這是一個不平衡的狀態 啊 那我們怎麼辦呢 就做一個T Spin的槽嘛 做一個T轉的槽 說好 我等一下T要放在這邊 而且 還有什麼好處 你看 T還沒有來的時候 我就把他位置留好了 我一把他的位置留好的時候呢 我就 我同時也得到了 呃 好像這個 預支一樣 好 我就 少一點得到這個平坦的表面 那我 可以 有比較寬的區域 可以來疊 來等 我的T終於來的時候 然後一方面做T轉 然後同時 也是 呃 在這裡修復了 我的 呃 機有不平衡 所以做T轉 是一個 處理 呃 機有不平衡的一個 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是覺得 呃 不管你是 呃 習慣用什麼樣的打法 呃 一方面你不應該局限說 我是 我是做Combo 我是做3Y 那我就只做3Y 呃 我覺得是不要有這種想法 一方面 你看 任何人我覺得 呃 學怎麼做T轉 都有 嗯 都有這個好處 你可以馬上認出來 這是一個很容易做T轉的D型 然後 不但 不但可以增加攻擊力 而且 你可以 呃 是一個很好的修復 呃 不平衡的方法 好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修復 呃 不平衡的方法 那像這個 就跟剛才情況一樣嘛 如果我們T還沒有來的話 我們可以先 做一個 T Spin的槽 好 所以像這樣子的形狀 當然是 不平衡 我們就不數格子了 齁 這個鋸齒狀是明顯的不平衡 那一般呢 像這樣的話是 T丟下去就修復了 那可是呢 我們可以就像 好像PerfectClear 那時候的 呃 的做法一樣 我們可以消掉 夾層 呃 在這裡是用 J 那在消掉這一行的時候呢 在消掉這一行的時候 呃 就我們 我們的不平衡就已經被修復了 然後 已經得到一個平坦的場地 好 所以還有 還有像這一個 這個是經典的做 呃 TST T轉銷三行的 的位置嘛 如果我們掛一個L 或是掛一個J 然後再做一個 蓋子的話 就是TST的形狀 呃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基有不平衡的一種地形 呃 想像如果你把一個 呃 像是 這是什麼形狀 這是 S嗎 好 如果我們丟一個S或Z下去的話 好 像 這四個格子丟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 丟下去是丟下去的 可是我們有一個三格寬的洞 然後這邊是鋸齒狀 所以 這真的是一個 啊 其實是 很需要放T在這邊 才能解決的 呃 不平衡地形 那一般就是 放T 會造成 呃 很好堆疊的形狀 那 可是呢 一樣我們也可以用 L或是J 來消 加乘 來修復這種 不平衡的形狀 好 呃 所以結論 我們可以把結論 呃 在 在 好 讓我試著 嗯 試著做個結論 好 所以T方塊 我為什麼要把之前的 刪除呢 是 好 T方塊 能 造成 和這個 修復 修復的負是這樣寫嗎 不記得 修復 呃 場上 有不平衡的狀態呢 那除了 那只能用 T來修復 啊這個負 OK 只能用T來修復 或是 Skim 那我就是我剛才稱的這個小加乘 啊 啊 啊 所以 今天的題目就 就講到這裡 呃 其實這個 這個隨彈系列呢 我真正 最想要講到的題目有兩個 一個是 就是這個 啊 這個T方塊的 既有性 啊 如果你 真的有 有看到 最後的話呢 呃 呃 我真是感謝你啊 呃 連我自己都覺得自己真的是 口才很差 然後 呃 廢話很多 呃 所以 剛才說的兩個題目 一個是這個 T方塊的既有性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 呃 操控方法 也就是所謂的Finesse 那在做完這兩個以後呢 我可能 會有一段時間 呃 沒有電腦可以用 沒有 沒有這個 桌上型電腦可以用 所以可能會 暫時休息 好 所以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 掰掰